卷起袖子 戴起手套 跟着罗月圆厨师 市长准备要自制香草丝活饮 而且都是用从食物森林所采集的新鲜食材 除此之外还要做植物沙拉 多种健康低碳的创意料理 最适合夜餐活动 那要在暑假期间 在室内或室外要来播放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 除了环保署的一个支持之外 也非常感谢梧桐基金会 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 给予的一个协助 那新竹市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城市 我们城市当中 14岁以下的孩子 就占我们人口比例18% 所以我们一直致力于 希望透过相关的活动 然后让孩子们对于环境的保护 有更深一层的一个认识 新竹市环保局将要举办 青草地影展从6月24号开始到9月底 首场将播放适合全家大小观看的 迪士尼影集 总共将有20部的影片 40个场次的草地影展 以创意的思维 重新演绎绿色影展的意义 我们准备了500张的野餐店 我们是免费来出租的 就是说希望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来欣赏电影的时候 带着我们最想吃的东西来一起野餐 让我们这一个晚上过得非常愉快 又可以欣赏很好的电影 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 这次青草地影展 选定观星公园 树林头公园 内天后宫 香山综合体育场 内湖国小与新竹市 食物森林后方草皮等 六个户外场地 环保局也将提供野餐店租借服务 鼓励民众自备轻食点心 响应绿色环保的概念 台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